大家好我是OA 有看過我前兩天發的是否應該存在死刑的辯論影片的話 也許有細心的朋友就會發現 反方OA在辯論的過程當中幾乎沒有談到人權這個部分 當然這並不是我想要規避人權這個概念會帶來的一種死循環 原因是因為大家基本都認同被害者應該有生存人權 加害者應該有法律平等人權 而他們的家屬都應該有各自的獨立人權等等 但這些討論都僅止於事件發生之後 那事件發生之前呢 長久以來在這一類事件的發生之前 政府以及社會在於教育、關懷、防治等關注機制等等的部分 是不是真的有將所有人的人權放在首位呢? 精進討論事件之後的人權是不是不夠全面不夠完整呢? 我個人目前還是支持死刑的喔 是因為現切斷台灣十幾台新聞台 每天18個小時在關注的都是 誰要不要選總統啊 誰參加反核遊行啊 對岸又想幹嘛幹嘛呀 藍的初選跟綠的初選到底要選到什麼時候啊等等的 在這當中卻幾乎沒有看到我們對於我們自己家裡面 應該要重點檢視的問題的檢討 北捷隨機殺人事件已經過去五年了 內湖隨機殺人事件已經過去三年了 但我們仍然很少看到對於發掘、判別、輔導、反社會個案 有足夠積極的態度和機制 雖然有少數人很用心在這些層面上面 但我們是否有持續的以國家、社會的高度去普遍討論 深入理解以及資源投入呢? 每次都是在事件發生了之後 政府的高官們、首長們出來嚷嚷兩句 然後搞一些什麼高大上的專案啊 然後可是各個層級的工部門、人員以及教師 甚至整個社會的認知 還有對於這方面的資源投入 卻總是會慢慢的隨著時間而冷卻、甚至冷感 在這樣的前提之下 我目前依舊找不到除了死刑以外 更好終止個別事件、傷害延續的一種手段 當然從我的言談當中 可能有人有發現到 我是有傾向FACE的 我也承認這一點 但是我目前還在困惑說 我到底應該要等社會總體價值 都已經開始邁進了 我們在討論FACE 還是我們應該毅然決然來直接FACE 去迫使政府、社會積極面對所有的問題 FACE在我們這種 只會關注媒體希望我們關注的社會結構當中 會不會帶來不好的影響呢? 我們的思維真的會因為FACE而集中嗎? 這一點其實我個人也都還在思考當中 關於辯論當中提到的 1976年法國亨利案 以及該案當中的辯護律師 伯克錫悠及巴丹戴爾 對於只變FACE不變是非的有趣內容 有興趣的人可以點一下資訊卡當中 去看一下邏輯思維的 一個該死者的意外生存當中的詳細介紹 法國關於FACE的議題 從1791年法國大革命的時候 就已經曾經在立法會會議當中被提出來討論了 後來在各個時代的總統、法學家 甚至是大文豪、維克多、余果 都曾經公開表明FACE的立場 可見FACE有其舉足輕重的地位 1976年亨利案當中的FACE辯論 大大影響了法國對於FACE的思維 1977年9月10號 法國執行的最後一次死刑 1981年法國參議院正式頒布了 第81-908號法案廢除了死刑 當然這並不代表法國從此就不再討論死刑了 FACE這個舉動反而使死刑和FACE的辯論受到更大的重視 恢復死刑的法律提案 在1984-1995這10年之間 就被提出過27次到議會當中討論 後來法國不僅堅定FACE 還致力於在國際推動FACE的行動 2001年第一屆世界反死刑大會召開 2007年法國正式將FACE寫入憲法之中 從我認識到亨利案當中的FACE辯論開始 我就開始認真的思考FACE的存在真正意義 我也漸漸理解到為什麼這世界上會有FACE的想法 同太復仇在人類的文明當中存在已經很久了 在我們自傲於人類文明進步的今天 這方面我們卻仍然很少很少去思考進步的方向 我不認為FACE絕對是文明的進步啦 這還是太過於簡答題了 我們應該思考FACE帶來的會是什麼 它能不能使社會養成正式問題的習慣 它能不能避免政府有漠視問題的權利 廢除死刑也許沒有辦法實現我們直觀的正義感 但它有機會放大於我們對於正義的觀點 讓我們能夠以更宏觀的角度去檢視整個國家社會 對於維護正義價值的所作所為 反社會人格偏差思維 家庭暴力精神疾病的狀況掌握 政府社會你與我都應該盡力去想辦法協同合作 從法律、教育、關懷、治安、宣導、通報等等各種機制去下手 為了每一個人的生存、自由、平等、人權價值努力 將各種殘害的案件的可能性降到最低喔 在這樣的價值觀之下 我相信死刑存在於否就沒有那麼重要了 但如果我們還是總是在事件發生之後 妄想要靠一顆子彈、一管毒藥或是一所吊神 就想要實現正義 就能夠撫平傷痛 就能夠讓我們繼續活在假設的美好世界裡面 也許廢死可能會是翻轉這個思維的一個不錯想法 死刑與廢死的正確與否 還需要我們不斷地去關注、去思考、去辯論 他們也許都不是人類實現正義的最好方法 但我們終究需要從其中找出最有利於整個社會的選項 你對死刑和廢死有什麼樣的看法嗎? 歡迎在下面留言分享喔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的話請別忘了幫我點喜歡、分享 想看更多的影片的話也別忘了訂閱以及小鈴鐺喔 就是它啦!我們下次見!掰掰!